三峡又有一所国小精传校园霸凌 一名将在八月退休的老师呢 疑似上课打了学生耳光 更在学生出现自残现象时 用言语来羞辱他 要他割深一点 更讽刺学生像狗一样 有一名他任教六的六年级学生 透过电话录音的方式 检举老师上课打人甩耳光 校园霸凌又一桩 三峡一所国小学生 指控老师上班看盘 甚至打人甩耳光 一名代课老师也亲眼目睹 两人指振力力 连续甩逼同学的好几个耳光 最后扭打成一团 而且这名老师也在学生 背不出家中地址时 以侮辱性言语辱骂 更有从事清洁工作的家长 深夜接到老师羞辱电话 结果是 启发即深夜一次继续教学 被羞辱的家长 却得带着孩子转学 校方处置实在让人不解 这是那门子的粉霸林